人类的极限在那里 一个视频告诉别人类搭配肌肉在极限状态下 输出的力量可达2000放5月907公斤 例如电影雷恩菲尔德中的这一脚 穿上防弹衣都挡不了 当然影片还是过分夸张了 现实中能踢断肋骨 但不会睡得这么细 人类的拳击在极限情况下 每平方英寸一秒钟释放1800磅动能 拳头是真的能打死人的 特别是那些懂格斗的人 拳头就是致命的武器 当然真人快打中的力量爆发 仅供才好 人类身体内的所有血管加起来有多长 长度大约在96000公里到16万公里之间 这些血管连起来可绕地球2到4圈 人类皮肤每平方英寸约6.45平方厘米上 毛发数量约为5万个 人类眼球重量约为28克 但视觉皮针却可以每秒钟处理 11万个信息单元 人体的胃酸足以溶解新或同等金属 但未必却能保持肠胃不是胃酸的侵害 每一天人体的皮肤都会自然脱落和更新 大约每28天就会完全更换一次外层皮肤 人类的心脏每天会跳动大约10万次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保持着稳定的节奏 如果心脏哪天累了 人也就很快没了